總統蔡英文跟台北市長蔣萬安 今天兩個人一起出席活動 這麼剛好恰巧同臺 外界也笑稱他們兩個最近有共同的對手 就是柯文哲 在中古齊名中 重達一千公斤的母娘勝架 由總統蔡英文和台北市長蔣萬安 一同撫然起架 出席台北母娘文化季 保民繞進嘉年華的起家儀式 蔡英文 蔣萬安難得同台 雖然沒有太多互動 但外界笑稱 兩人最近都有個共同對手 柯文哲 柯文哲次報蔡英文和他喬NCC人士 福方不忍了 連續兩天發生命回擊 呼籲相關人士寧可認作 不要說謊 而柯文哲是否任內通過的三大案 爭議 則是讓蔣萬安收了不少爛攤子 左閃右閃 面對媒體追問 蔣萬安低調面對 畢竟如今檢調已經進入調查 千朝爭議交給司法處理 蔣市府提供資料 讓第三方查個清楚 倒也審視 但台北市議員喊話 是否應該硬起來更積極查辦 別讓柯文哲企圖從中找漏洞轉 明明大家問他的是三大弊案 他只是來講個牌子光罵我們議員 甚至就把焦點又轉移到NCC的問題上 請問一下人家問你是三大案 跟NCC什麼關係 NCC有事情大家就好好的公開 聰明來查辦嘛 面對問題解決問題是柯文哲講的話 找回良心就沒有什麼困難 只要你誠實面對 BN正義連環報 若柯文哲依舊比重就輕 恐怕只會樹立更多敵人 解惟連江凱琳SNG小組採訪報導